胡适 男 36岁 河南人 江西师范大学 自考本科 法律专业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胡适 一个曾经有过十年创业经历的人 在过去的十年创业当中也曾创造过千万的身家 过去在江西 陕西两地三次进行创业 激情波发 十万元的资本金在一年之内烟消云散 在创业企业高峰的时候 我的员工团队达到近130人 然后企业年营收4000多万 也曾上过央视创业者访谈节目 今天来非你节目 欲寻求集团副总裁或者是区域总经理一职 谢谢大家 你们猜他大我大 你猜他大 你觉得大我多少 十岁 我的天哪 我好高兴啊 我比他大三岁 他36 我39 怎么这么沧桑啊 创业十年的确是非常的心酸 在这十年当中非常磨练 咱们说说心酸的事呗 有故事的男人是好男人 最痛苦的是最近发生在2015年 2015年那一年呢 我的这个创办的大酒店 在那年倒闭了 我在2015年规划的生意做的比较大 规划的投入比较大 做了是六个业务板块 酒楼是其中之一 然后这个酒楼呢 它是一个重投资的一个模块 由于这个资金链的断裂 所以呢就把它砍掉了 因为十月份我那个酒店 接受了很多的这个 提前预定的婚宴的厂子 收到定金就 主意的打电话给人家还回去了 但是在还的时候特别的痛苦 因为这个 是人一生当中的大事 因为很多的在很别的酒楼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来得及定了 那是这些人就是 他有想绝了你的命的这种心理 那是那是那是 然后在我那个酒楼里面就是 有吵闹 然后要甚至砸东西 就当时是特别痛苦的 但是至少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你把这件事说成是 你最近以来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情 是非常痛苦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责任心 是吧 是 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2016年我经过了一些调整 那么我这个企业 就是我这个西安这个餐饮企业还在做 还在运营 大概现在每一年还能做个七八百万的样子 但是经过内部调整之后 就是我们的管理已经变成了内部的这种 和伙关系 然后由我老婆来打理就OK了 就不需要我在里面再付出太多的管理 你出来如果你自己干点别的创业 我倒可以理解 你说自己家的东西你不干了 你出来从打工开始 对吧 你要多少钱薪资 我觉得我这个希望的是高管的这个职位的话 应该是按年薪算吧 我希望的是我给企业能创造的是在这个 一千万以上 但是我希望我能取得两百万以上的报酬 就是你要求月薪多少 不低于多少 比薪 月薪的话 应该是希望在十万块 不低于十万 对于这个在场招聘的这些老板来讲 他一下子很难接受 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也能够理解他们 因为毕竟我希望的年薪还是比较高啊 十万 是有点难弄 为什么要给你这十万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接触过电商没有 电商 我自己的企业呢 有尝试过 但是没有做得太好 就是我本人在电商的这种经验相对缺失一点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求职的是希望能做高管的职位 对啊 那么在高管的职位上 我觉得它是一个整合有才能的人的一个管理 那你也得懂互联网 当然 这种懂的话原理是懂的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理解 就是做老板的人不一定懂技术 但是一定要懂原理 但你不是老板 你是去做高管 是这样 徒雷老师 我在我心里我依然是 我今天不是来求职的 就是在我的内心里面 还是带着一个创业的心态 然后我加入一个心仪的平台 能够跟这个平台一块成长 你想内部创业是吧 没错 先以应聘的方式进去 最终想成为合伙人 是没错 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不仅是我 我们大家对胡适的这种表现呢 应该说都很差软 可能他还是成立他的过去 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求职者 我来看 先看一下你的资料 来把他的资料拿出来 我是生在农村的一个八年后 第一副图片是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照的照片 然后后来经过我大学毕业 然后经过自己创业的打拼 建立了自己的企业 然后也获得了节段性的小成绩 那是你的车 是那个是2014年我买的车 当时是93万 你要求去他们那要配车吗 这个 有这个要求吗 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 我后来把这辆车我也在2015年底把它卖掉了 你把这辆车的照片放在上面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想说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从一个生在农村的比较磨练的一个农村瓦 然后呢比较有志向 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改变自己追求更美好的人生 下一页 我是分了江西和陕西两地创业的 然后从我一个人 然后大概用了四年多的时间 我的员工团队达到了130年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您现在这些业务出了 你刚刚说的那个餐饮 其他五大块现在都还在继续吗 这我六个业务模块里面 现在还有三块 就是内部餐饮在做 农贸市场在做 然后这个食材批发配送在做 那你觉得你还有精力去帮一个企业 去用合伙人的心态去加入这个企业吗 因为我这个企业就是我老婆管 等于她内部已经实现了转化 我老婆她只要负责说一些协调 这样的就OK了 不可能没有不需要管理的企业 还有这么好的企业你给我一个 我理解 是不是你已经把这些项目分给你的合伙人去做了 是没错 然后你太太只是在做一些例行的管理 对没错 那也需要管理啊 也需要盯着呀 我想问一下无事啊 其实我觉得创业失败不可怕 比方说我30岁以前我创业我失败了好多次 但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一个你至于把自己平台打造成合伙人 那你为什么你会出来又去找合伙人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我之前一直有老大梦 就是我也怎么三个我也是老大 做企业 我十年来 我的企业只有我和我爱人两个股东 从来没有其他的股东 然后我一直都是大股东 在2015年亏损的时候 我彻底想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股东不见得是最幸福的 我觉得小股东反而可能会更好 说说 为什么大股东不幸福 小股东幸福 我来说说经历 他压力挺大的 因为你要考虑的 就是你怂了 不想做老大了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压力大了 你要找一个合伙来 做个不负责论的一个合伙来 那倒不是 就是说 你是不是害怕了 不敢做老大 不是 是这样的 因为毕竟今天我们的企业 就是走了滑铁卢 确实还是有很多弊病的 是是是 身上肯定是有的 那就更应该从头再来嘛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我从头再来创业的话 可能几乎又做了 之前十年的一个轮回 你看你有钱 你现在其实还有钱 对吧 你也有经验 其实你完全还可以从小做起 是 对吧 但你为什么不创业 因为你缺乏东西 缺乏资源 缺乏经验 希望加入到一个公司 你所指的跟公司共同成长 就是在边成长的过程当中 边学习别人的东西 对吧 不就这意思吗 学习它是永不停止的 对啊 那我现在就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 你加入别人的公司 你能给这个公司带来什么 今天我希望的你两百万的年薪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企业你给我的 我想是我自己给你创造的 当然这个创造呢 至于说你的企业里面 目前什么样的岗位你缺 就是你缺不缺 我需要 我预求的岗位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这两百万的前提 是要给他们创造一千万的利润 才发你两百万 没错 这个意思吧 对 我完全可以 那如果没有创造一千万呢 如果没有产生的话 我完全可以把绩效PK掉 都没关系的 陀老师 陀老师 我这边打断一下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谈钱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还没有看到你有多少货 是 就是说在过去你的这个项目当中 就是说在你的模式的设计上 在你的人才吸引机制上 包括在你的整合资金和资源上 我想看看在这个过程中 你做了什么 我们之前的这个业务模块 倒没有特别新颖 因为就是从内部餐饮开始做起 内部餐饮就是承包餐厅 就这样的做 过去我之所以十年才做到了 这样就是年营收 才做了四千多万的营业额 实际上我觉得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的值得 就是庆喜的这个事情 冒昧的问一下 做到四千万营业额的时候 你的利润大概有多少 大概就是三百万 也就是说我企业在高峰的时候 净利润大概是三百来万 你整个企业最高峰的时候才三百万 你今天来打工你要两百万 这个的确可能会不太一样 杜利老师 那的确做老二比做老大好 那我也愿意 是吧 你又不用担风险 你还拿差不多的 顶峰时期的薪酬 我去你公司打工吧 然后我收两百万的年薪 一百万的底薪 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绩效不要 一百万 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 你也是不可能会这样做 对吧 你可能哦 不可能 想这样 咱们不说那话 就问你吧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问你 你的薪酬愿不愿意降 比如说五万一个月 八万块钱 月薪不低于八万 这是你的最后底线 对 没有低于限制 我希望是在陕西那边 当然如果那边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是 来 第一轮选择去回 好 还有三盏灯 今生我有菜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就是因为刚刚他讲到 业务的一些方向 包括有内部餐饮 农贸市场的开发 食材的批发 还有生鲜超市 因为这块业务 也是目前市场创业的热点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你在这几个业务上 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以及在过去十年当中 你曾经为这些业务模式 去寻找过什么样的人才 什么样的资源 来跟你合作 的确我们之前 我起步的业务模块 就是内部餐饮 内部餐饮那块 它没有太多的亮点 就是这一块也没有太多的 我们讲讲有亮点的 不要讲内部餐饮 我就说从这个渐进过来的 就是后来我做了 食材的批发配送 然后后来又做了 零售的连锁 我觉得零售的 生鲜零售的连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未来的趋势 市场还是存在巨大的机会的 对 这些听起来都是机会 都是宏观的东西 但具体的操作 您有什么独到的地方 首先是在模式 设计本身的这个亮点 就是我们从 内部餐饮 然后逐渐进行连锁 变多之后 我们的后台的采购量变大 然后再到这个食材的批发和配送 也使我们采购量变大 我停下来 你整个生意里面 其实也是围绕着零售 线下的零售 然后呢 B2B的食材的批发 但我告诉你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今天做到320亿了 我们都还没有做食材批发 明白 也就是说这个门槛是有的 但我们专注在零售 所以在零售这一端 我不知道你 因为你说 你想意在做高管 因为你能整合人才 整合资源 那在过去这10年 你整合了什么样的人才进来 我们这个管理团队当中 在过去是 核心管理团队是7个 就是7个部门 然后每个部门 一个负责人是七皮朗 就是最早 就是在那个阶段 我们的这个功夫 就是七皮朗管理层的 就是穿的七皮朗的衣服 当时就是这样子 代言 然后我们这几个高管 它都是来自不同的 有负责物流的 有负责这个管理的 就二浪三浪四浪 就是分别都是在过去的行业当中 都很有经验的人 好江湖啊 你是几郎 我是头郎 就在你们七浪这么 在你看来组合 还是比较强的情况下 你六块业务一年做4000万 可以这么理解 单块业务可能很少有过1000万的 但是呢 你每个生意板块 说实话 在一个区做到10个亿 都是可以做的 我也认识很多 在江西的领售商 做几十亿的比比皆是 所以你觉得 为什么你们七个人 没有突破一个高点 我们没有聚焦 我们没有聚焦 这是我的错 就是我本不应该去太发散的 结果我做了发散 就是我有点急于求成了 当然这个是由于2014年 就是中央电视台 对创业者进行采访之后 的确有点膨胀 听上来 你之所以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是冒进 冒进 对吧 是 然后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然后呢 你以前都是大股东 要有绝对的掌控权 但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和性格 是很难转换的 你真的能够在企业当中 老老实实的做你那个一份子吗 我是一个挺矛盾体的人 也就是说 我是能上也能下的人 也就是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就是刚才我说 我的这个 我当时也有司机 我不太开车 但是我 我真不太觉得你是能上能下的人 就你这薪水 我就觉得你不一定能上能下 说实在的 你没有正儿八经在职场干过 你如果真的想进入到这样的一些 其实今天说实在话 都是比较大的企业 是 你要是能够进入一个这样的平台 你36岁的年纪 可以完成一个华丽转身 如果你今天以一种低姿态进取 不管你以后创业 还是跟他们内部孵化二次创业 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果是我 我会抓住这种机会 拿几十万年薪算什么 我也不是缺过钱的人 爷们 对吧 可以一百多万的车我也开过 这事都过去了 我能从零开始 好好地学东西 但是你还僵持在那个 什么八万块 十万块 我没觉得你能上能下 胡先生 我们三一只就在看着 您稍微就是放轻松一点 肩上的那种压力别那么大 我们来求职 就是开放心态是第一 二一个呢 就是刚才 图老师 我觉得给您解读 已经非常清楚了 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凤凰涅槃的机会 好吗 我也非常诚意 来这个平台找工作 因为我来之前 确实有我的朋友 来劝过我说 会把你批的 这个不像什么 就是大概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 谁 谁说的 我批的那些人 是不正诚的人 跑这来乱粉饰 是自己以前的过去 然后在这 要拯救世界那种人 我批死他 但是如果正儿八经 放下了 重新再来的人 我只能帮你 就是我说的意思是说 我的确是 跟那个朋友绝交 这不能 他真要有这个能量 我相信这么大的企业 不会亏待他的 谁会亏待 能够为自己产能 有产值的人 这个都不是真 不是特别较真的问题 降不降 可以降一点 降多少 在适用期 比方说我可以 给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这个两个月时间 然后你来 完全来考核我 我可以分文不取 没有问题 分文不取 违反用功法 那还是得钱 不是 当然你可以 帮我一些基本的福利 比方说住啊 吃啊什么 这个都OK的 就是我 真的啊 对没问题 那就六千 六千也行 真的啊 我不要都行 你说六千肯定OK的 实习两个月 底薪不低于六千 没问题 那我觉得他们愿意试你 肯定愿意试 但是啊 你必须要保我 基本的持住 因为你不在 在杭州也好 或者在哪里 够了六千 当然六千不能做730啊 就是在适用期的 两个月内 我都可以提出来说 不要薪水 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个 可能在他们心里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担忧 因为你 甚至不拿薪水 都可以来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胡 胡适先生 有点被图老师给带跑了 也就是说 没有 我们下面也在讨论 也就是说 你能从十万降到六千 本身我们认为就不靠谱了 你哪怕降到六百 六块 甚至你倒贴 可能大家都会对你产生看法 是这样的 不是 那你啥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 希望他有所坚持 就是说他给出这个价格 他有他充分的理由 因为他要为大家创造利润 是吧 因为他至少一个月 比如说给集团创造 哪怕是三百万 那么他一年也至少拿六十万 对啊 那怎么会变到六千呢 不 他自己说十习期嘛 就十习期 看看他的能力嘛 十习期是两个 对吧 人家这很有诚意嘛 你咋这样呢 要十万你不肯 我说我六千 你是我这么有诚意 你又说人家自贬身价 对 浩水员自己愿意这样 我是觉得砍价有点砍过了 砍过了 他自己说六千的 在试用期这个 真好难做呀 真是 我觉得还是不够适合 不够高的 他以前做的业务 跟他是相匹配的 比较适合的 就看他给不给机会 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 两个月 看看他的能力 好吧 但是你们按自己的 心里的想法来吧 来第二轮选择去货了 谢谢 好 来把灯亮起来 咋了 他连六千都不吃呢 陆老师我解释一下 这不是指不指的 因为我之前就谈 我是说首先还没有到谈价格的时候 甚至今天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应该谈价格 而是说他谈价值以及对企业我们的一个用处在哪里 因为我前面几个问题问下来 我认为在业务模式思考上他的创新力是不足的 这一点在做创新业务已经是致命的了 我陪着他两个月浪费的是我的时间 我很直接 所以我最后按下了键 我觉得这也是我尊重我的内心的选择 谢谢 好 这个 这哥们其实刚才神秘灯的时候眼眶有点红红的 但是有点 有点 因为36岁嘛 曾经创业成功 今天把自己扯得一丝不挂 在这 赤诚相对 结果呢 没有一点回应 但是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残酷 如果这个舞台是讲人情的话 这个舞台也就没有了魅力 虽然说李锡春最后还是灭了灯 但基于对自己企业 这就是敬礼的 对自己企业的 这就是敬礼的 就是敬礼的 给自己企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